原因是他们全是外卖小妹 但今天小敏却出了意外 他瞒着老板私自接单 来到约定宾馆 按响门铃 画面一转 不巧遭遇变态绑架 也就是上集中绑架小敬的男人 在他要遭到强暴时 睿智老板引来警察 这次小敏侥幸脱身 万万没想到的是 老板和员工就读同一所高中 平时全都线上联系 所以现实即便是同班同学 他们也互不知真相 理事长是打手身份 这群大学妹负责送外卖 整个过程由三方配合而成 这就是他们惯用的挣钱方法 这天放学 趁小敬趴在客桌熟睡 小雅悄悄靠近 刚好工作手机的来电被他看见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偷走了手机 而手机里存放着大量违法信息 来到厕所 却发现手机有密码无法打开 他要想办法获得手机内容 于是在转天中午 小雅邀请小敬一起散步 一边走 他一边问他的高薪工作 甚至让小敬拉他入口 小雅不知道他是一群外卖小妹的老板 见小智之无不愿意透露 小雅邀请他加入幽灵社团 随后站起身 送他一朵手工叠花纸 看见女神离开 小智叫停 并一口答应说 其实小智是喜欢小雅同意加入 这时小智收到信息并操作手机 被小雅成功记住密码 两人分开后 小智闻了闻女神送的叠花 没喷香水却特别香 放好物品 转身中毒是傻笑了好一阵 当他用语音唤醒手机时 发现没了反应 再三贵子才知道工作手机不见了 根据定位 他疯狂跑向目标 而此时的小雅已经解开手机 正在翻看转款信息 以及多名外卖女孩的照片 但联系人却只有理事长一个 虽然小智的是没有暴露 但让小雅更加好奇 小智一路跟踪 穿过人群拥挤的街头 终于就在附近 小雅竟然跑到网吧消遣 吃着烤尝欣赏小智的全身排骨 甚至笑出了声 另一边 急需用钱的小敏闲得无聊 他发出兼职申请 这边的小雅看见谈出一条信息 上面写着小敏的工作申请 画面一转 小敏被男人拉进厕所 几分钟后便倒地不起 很显然是小雅同意了申请 这时小智追进网吧 被小雅事先看见 他选择了赌猫猫 定位就在这里 小智继续查找 而小雅便闪身离开了网吧 另一边 是打手理事长救了小敏 两人吃饭时 理事长劝他放弃兼职 说他不是一次遭遇危险 何况还在上高中 但小敏选择了继续兼职 至于小敏为何着急挣钱 完全是因为他喜欢这个男生 而男生除了花他的钱 剩下就是身体上的安慰 但小敏知道 只有给钱才能留住男生 正当小敏离开时 小雅就在旁边听到这一切 突然手机来电 是旁边理事长打的电话 他立刻静音 假装接听电话 理事长起身 慢慢从小雅身边走过 还好没被识破 小智因追不回手机 主动联系理事长寻求帮助 理事长说出 有人替他同意小敏接单 谁知小雅不吃这套 他稳如泰山的说 要么公开你的事情 要么你马上学狗叫 侮辱性实在太强 但小智不从 利用通话拖延时间 理事长已经追踪到小雅的位置 同时小雅也发现被人跟踪 普通人会感到害怕 而小雅反而觉得越来越刺激 挂断电话便离开了现场 转天 课堂上只有小雅 而小智却在家一夜没睡 他知道事情败露 此地不宜久留 于是开始收集财物 将一年多赚来的钱装进皮箱 当看着女神送的叠花指 内心又很舍不得 但他还是决定远离这座城市 可突然女神找来 还借口说 是班主任 让看看你死没死 走进小智的屋子 小雅缓缓向另一间房走去 意外发现装满钞票的皮箱 他大概猜出小智的高薪兼职 但并没有坦白偷手机的事 反而开始玩弄小智 他借口说要上个厕所 其实是用小智的工作手机和他通话 小智跟他谈条件 小雅什么也不要 就是逼着小智学狗叫 小智照做后 小雅同意归还手机 但又是骗局 挂断电话 小智快速出门跑向小雅说的地址 可打车追踪手机时 才发现无法查看定位 小雅以为一切尽在掌控之中 当他回屋翻看小智皮箱时 大门闯进一位中年男子 危险也随之而来 女孩正在翻看皮箱 大门外闯入一个陌生人 表面看并不像坏人 男子四处观望像是找什么东西 这令小雅措水不及 只好先躲进衣柜 不巧的是 男子被递上的皮箱档路 他随手一提 差点把自己扔倒 于是被皮箱吸引 接着打给查看 此时小雅从缝隙看着男子装钱 但不敢出声 不久后 他从衣柜出来 而男子也提着钱匆忙离开 小雅不知道男子是小智的父亲 更不知道对方有很多恶习 他毫不犹豫地追进电梯 在楼下时 他跑上前就抓住钱带兵大叫 但被男人推倒 他起身继续追赶 另一边的小智根据定位赶来 这边的两人一前一后 男子奔跑在前 女孩追赶在后 长达半小时 女孩誓死不放 男人翻墙 他跟上 男人抢车逃跑 他就上前抓住不肯松手 直到男人朝他坐下踢了一顶 毕竟是高二的学生 虽然对方已经逃走 但他依然没放弃追赶 在红绿灯口 小智看到公路对面自己的父亲 知道自己的钱被他偷走 当车辆开过 父亲消失不见 此时小智看见自己的女神站在对面 小智不敢相信眼前的画面 他发出一条确认信息 果然小雅的手机有了反应 得知是自己的女神偷了手机 瞬间愤怒大于平静 他冲向小雅 但被对方顺势摔倒 因为喜欢对方 小智没有过多责怪 只问他为何要对自己这样 小雅只是单纯的好奇 他一句也没有回答 看着小智离开后 他也在反思自己为何会变成这样 然而这一切 全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富足的家庭 看完他在家的日子就是杂案 四点半的闹钟一响 他就必须起床 读书到五点 轮到吃早餐 丰盛的美食没有他的份 因为家长在替他保持身材 父母一边吃 还不停教他从伤之道 他每次只能微笑面对 但这些根本不是他想要的 甚至在特别烦时 为了转移注意力 他经常将手指似的冒险 有人会认为爸妈全是为他好 而接下来将会改变你的看法 妈妈让他明天参加聚会 转天他就化妆打扮 口红 睫毛 粉底 一个不能漏掉 然后拍照发给妈妈检查 他的一切全被安排 这还不够 来到聚会地点更加过分 妈妈将他推荐给商界老板 他大胆介绍了自己 商界不可能跟校园里一样单纯 妈妈也深知这些男人的心思 难道安排这些也算为了女儿好 正英女孩在这种家庭长大 她的性格极行为才与众不同 在学校没人愿意找她说话 而她每次都用常人不理解的方式 去引起别人的注意 偷走男生的手机也是这个原因 其实她也没那么坏 当她偷了男生的钞票 脑袋里又想到男生挣钱不容易 接着又将钱塞了回去 当她看着钱被人偷走 她奋不顾身追上去抢夺 这些都证明小雅并不是坏医生 课间休息 一个高三学长又来找事 她是学校的大哥大 没有男生敢跟她对抗 只要她让谁滚蛋 他们除了滚蛋就是滚蛋 学长命令小智跑腿 还问她要光碟 小智不搭话 忽然就是一耳光 同学们回头观看但没人敢阻止 学长抓住她的头发 见对方还不搭话 两次掐住小智的下巴 正当学长想揍她的时候 母娘 母娘走 对于小雅的帮忙 小智缺一点嫌弃 如果是我 求之不得 小智转身要离开 却被小雅以还手机为由 带着她来到棒球室 小智一秒都不想再等 问她还手机 小雅知道归还后 她就会走 她故意拖延 让小智也打几棍棒球 实在忍不住了 小智自恋说不可能喜欢她 而小雅则表示 跟我在一起 对你会更有利 这更让小智愤怒 因为被偷的钱和手机 是她用血汗换来的 一切只为了读大学时 一事无忧 小雅表示 我可不知道你有心酸的过去 我家虽很富裕 这样很了不起吗 我们再挣就行了 用你的生意 原来一直不还她手机 最终目的是想加入 小智的外卖团队 突然 几名身强体壮的男人 走了进来 这些全是小雅的社会朋友 小雅除了家庭富裕关系强大 她还特别聪明 当小智被气得撞墙时 小雅终于说出 带她来的目的 小智总算明白小雅的用意 这也预示着 小雅会加入小智的外卖团队 隔天上午 小智打算找回被偷的钞票 通过打听 得到赌棍父亲的位置 检查装备的好坏 接着就出发赶往目标地 可打开电梯 却碰上自己的女神 小智搜遍她全身 而小雅却说 我故意没带你的手机 出了电梯 小智不想小雅参与自己的生意 可小雅一直紧跟 没办法 于是两人一起坐车前往卫山 根据手机导航 历经七八九个地点 终于找到富豪最不想来的贫民窟 此时已是漆黑一片 房间里没人 门也打不开 天才学霸用最新撬锁技术 小雅表示感叹 并帮忙打灯辅助 但小智整了半天也没毛用 结果还得是小雅 窗户破碎 开锁 再推开 简单粗暴效果好 两人顺利进屋 经过一阵翻找 还是一无所获 从摆放的物品 能断定有人常住 于是两人就地摆烂 利用空闲聊了聊外卖生意 小雅声称 加入团队 让自己做什么都行 小智疑惑问道 你是富二代干嘛这么批 小雅回答 你可以为了挣钱 我就不能为点别的吗 两人的对话 全是问题而没有答案 之后一个玩手机 一个睡觉 转眼一觉醒来 小智看见父亲也在 他起身想跑 被平底锅干倒在地 小智掏出装备 向父亲靠近时 父亲却夸赞儿子交流的 女友真漂亮 小智问他钱在哪里 没想到父亲 让小雅帮忙荡枪 逼得小智出手 结果就承认了 但所有现金 已被他投到虚拟货币上 气得小智差点没忍住 他看向了水果刀 毕竟两人夫子关系 最后小智选择离开 两人只能坐车返回首尔 而在小智睡着后 小雅悄悄将手机还给了他 但问题来了 因为小智的关系 外卖生意已经停业好几天 一群人还指望挣钱吃饭 李市长闲得连胡子都不想刮 这时一个女人走来 他想收买李市长这个打手 首先声称再不上班 姐妹们更年期都快等出来了 见打手不为所动 他又从包里拿出一坨钱 作为会 但最终还是被他拒绝 另一边 没有收入的小智的铁卡都刷不了 接着又收到补习班的催款电话 然后收到李市长的确认信息 问他什么时候能接单 回到家中 他想过放弃现在的生意 但短期内没办法挣回大学费用 他整日为钱而筹 为了给李市长发工资 甚至他选择了干体力活 可结算工钱太少 这样下去会丢掉外卖生意 他再次陷入困境 隔天在办公室 小明请假休克 理由是来大姨妈 这时小雅也走了进来 趁老师离开 小雅假意羡慕小敏的外卖工作 实际为了套话 两人一番交流 他从小明口中得知团队快倒闭了 根本原因是老板拖欠工资 这份情报让小雅找到入团的机会 很快 小雅就找到小智 直接给他一笔钞票 然后说 上次棒球式的几名肌肉男 如果需要 随时召唤 无论未来是好是坏 但至少说明小雅是真心帮小智 可小智却把钱还给他 并严肃地告诉他 这不是二戏 另一边 小明请假 原来是为了开会 姐妹们好几天没有接单 个个都着急挣钱 此时 大姐提出换个打手接着干 这种行为在圈内等于背叛 其他人都沉默不语 唯独小敏反对 说出了在李市长的保护下送外卖 换任何人自己都不做 大姐嘲讽他跟李市长有染 小敏上火了 人命比什么都重要 幸好你着急怎么不去夜总会 大姐起身 就给他一耳光 团队成员 应不能开工挣钱而动摇 一边是没钱发工资 另一边要挣自己的大学费用 此刻的小智焦头烂额 期中考试结束 他考了48分 得知结果的同学大声宣扬 还嘲讽他学霸称号 一定是抄出来的 在同学不停的语言打击之下 还彻底怒了 看着侧面的小雅 快速上前对他说 隔天在课堂上 主任拿出一袋围禁物 他要求立刻检查 所有人的携带品 这时 一个女生将手伸进背包 他不敢动出声响 接着取出像钢笔的东西 紧紧握在手中 男生也慌了 他看向对面的女生 女生更是一脸无助 老师站出来阻止主任 说必须得到学生同意 才能检查 主任点了点头 但他认为这种检查没有错 于是要求全班 把背包放在桌子上 听完此话 三个同学 着急地向手机第六个表情包 他们觉得这次完了 尤其小智最担心被检查 因为就在昨天 他俩做边缘生意 挣了很多钱 钱重要 而工作手机更加重要 里面藏着他们生意上的所有机密 小智觉得宿舍不安全 于是 他将钱和手机都放进背包里 没想到转天就碰上突袭检查 这次检查不是偶然 是有人故意栽赃举报 而举报者与上级中 被小智做的同学有关 他找到学长帮忙 学长是全校犯错榜的榜一大哥 很快 他们出谋划策 首先给小智的储物柜染色 趁他到厕所清洗时 再由同学偷偷将围禁物 塞进小智的背包 与此同时 学长到办公室当好人 他走到主任面前 拿出提前准备的证物说 我上厕所是捡到的 在马桶旁边 你看看 随后 主任带户校队立刻展开行动 当他们正在检查隔壁班级的时候 好友偷偷用手机通知小雅 看到信息的小雅立刻转发给同伙小智 见小智没看手机 他就用丢纸提示他查看信息 可小智以为是捉弄自己 而没有理会 小雅只能干着急 这时 主任带队走进教室 当他拿出一袋违禁物 说要立刻检查全班的携带品时 小智这才醒悟 原来小雅刚才的举动是提示 但第一个慌的却是小敏 因为在他的背包里 也有一件明文禁止的物品 检查开始 眼看只包不住火了 小智突然起身 主任靠近说怎么就清全了 这时 有人打开手机开始录像 见事情可能闹大 老师赶紧上前劝说 需要得到学生同意才行 趁焦点在几人身上 小雅偷偷离开教室 听老师劝说后主任接了 强行抓起小智的背包就要检查 两人撕扯 多名同学用手机录像 老师试图阻止 但他俩越来越激烈 就在背包打开 看见两个袋子的时候 为什么锦灵会突然响起 随着同学们往外走 小智总算躲过一劫 所有人来到操场集合 学长问被揍同学什么原因 他也表示毫不知情 小智疑问地抱着背包 这时 小雅走过来嘲讽他差点坏事 而后他和小敏对视了一眼 又转身看了一眼后面的学长 画面一转 小雅在办公室接受问话 原来是他拉响了警铃 面对老师 询问他这样做有何目的 小雅却突然善然泪下 主任心软安慰 他却伤心表示 小雅离花待雨地靠在主任身上 老师很为难 主任也被完全带偏 最后就这样不了知 而刚才的一切全是小雅装出来的 事后从办公室出来 小智关心他是否受罚 还请他吃汉堡以表感情 可问题又来了 还得藏好背包的钱和工作手机 于是两人来到图书室 小雅认为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他撕开坐垫 示意小智把钱和手机藏里面 小智有些犹豫 小雅抢过背后 拿出钱袋 接着又拿出不明黑色袋子 看见是一根胡萝卜 还有产地 即使用说明 小智尴尬地直摇头 紧接着小雅开始捉弄他 两人在人群中追赶 一个不小心 胡萝卜掉在地上 小智立刻捡起来 生怕被人看见 这就是学生时代的乐趣 万万没想到 那项害羞的天才学霸 竟然和财阀千金的女儿 开始了恋爱 上一秒两人还在嬉戏 下一秒却突然收起了笑容 小智呼喊小雅怎么了 原来是被豪车中的 财阀家长盯上 小智向车内客气行李 刚想溜走却被叫停 妈妈意味深长地微笑着 请他上车聊聊 一场令人疯狂点赞的盘问 就此开始 小雅实在听不下去 而打断妈妈的盘问 妈妈立刻警告她 说跟这种人 一起站不到任何好处 还责怪她在 笑故意拉紧包的事 小智想帮忙解释 却被小雅妈礼貌打断 然后妈妈又朝女儿 各种盘问 小雅极度反感 又开始撕手指 妈妈看见后 只是冷冷一笑 显然类似事件经常发生 妈妈表示 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 这时小雅说道 我应该直接用刀筒心脏 网络上说 竖着割才能致死 我尝试割过两次 结果每次都割骗了 听完对话小智有些蒙圈 前两集还提到 应急需用钱 小敏私自送外卖 没想到男人是个变态 很快将她绑在床上 就在三人 要对她实施侵犯的时候 警方及时赶到 病下走变态 趁他们搜查隔壁房间 小敏用剪刀截绑 可在逃走时 被女警看见 背包上的挂件 虽然她全身而退 但此事也仅仅只是开始 几天后 警员巡逻路过小敏所在的学校 无意间碰上几人做违规事件 而小敏也在其中 学长不知天高地后 上前就要动手 对方晒出证件 她立刻认怂 当小敏离开的时候 女警又一次看见 她背包上的挂件 和之前在宾馆看见的一样 由此女警怀疑 小敏在从事违法活动 转天 她正在看客户信息 班主任上前对她说 明天中午到休息室 接受审讯 小敏很是疑惑 但她并不知道 自己即将面临警员调查 另一边 小雅被妈妈安排到公司 陪看选拔 面试过程中 她看见落选的实习生 便心生一计 经过和实习生短暂交流 得知对方没钱交租 急需用钱 小雅立刻告诉小智 联系实习生 很快 实习生应收到高薪邮抢高兴 画面一转 小雅兴奋的找小智 见证实习生的工作 刚开始她克服不了恐惧 得知实习生迟迟不敢上楼 小智立刻与她通话 用心理学熟练的安抚对方 也许有经济压力加持 学习生终究没远住诱惑 而开始行动 这令小雅特别兴奋 一切进展顺利 不久他俩便收到客户的点赞好评 然而因天色已黑 小雅声称就在这里过夜 小智却担心说 怕被你妈妈误会 可聪明的小雅 早已做好不在家的证明 当所有人以为两人会一起睡 结果小智说声晚安就出门睡觉 让小雅左手牵右手 第二天上学 校园门口有社区警员宣传法制 小智遇敢有事发声 教室里的同学也对此议论纷纷 这让小雅很是不安 因为昨天班主任 让他到休息室接受审讯 接着他就朝休息室走去 不巧在出门时跟小智撞上 小智要走去被他叫住 然后靠近并丢给他一件东西 等小雅走后 他拿出帽子 观看正好被小雅看见 帽子是之前小雅买给男友吧 但对方嫌弃太便宜 至于小雅为何送给小智 又正好被小雅看见 显然编导是为了铺垫后续剧情 面对追问 小智解释的吞吞吐吐 他怕引起小雅误会 之后小雅在整理书柜 他就跑旁边解释 小雅要离开 他又找各种话题留住对方 对方上楼时 他像跟屁虫一样靠近 想帮忙抱东西祈求原谅 小雅却毫不领情地走向休息室 一路好说歹说 好不容易才得到对方的让步 轮到小雅问他帽子的事 他却假装洋气 小雅提醒他别乱了职场关系 他这才谨慎起来 这时小雅反手开门 随着镜头突然放慢 两人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右边是财阀家庭的千金 左边是贫困天才学霸 两人来到休息室外 小雅反手开门 随着镜头突然放慢 一名女警正坐在小敏对面 小敏却不停发抖 两人傻眼了 女警已经察觉到小敏参与灰色产业 他们平时通过网络联系 小敏并不知两人是幕后老板 小雅连忙上前说要在这里做事 想借此打断她对小敏的谈话 可女警电话联系校方 随后就把他俩赶了出去 因担心事情暴露 于是两人在门口偷听 谈话中女警问小敏和谁去的宾馆 她假装不懂 随后拿出她在宾馆的监控视频 并问她这是去干嘛 看见视频的小敏瞬间紧张起来 双腿不受控制的颤抖 女警继续追问 小敏快顶不住盘问 小雅迅速离开 到办公室找班主任解围 更不会有人用有色眼光看你 我只是想帮你 小敏相信了 正当她想坦白时 小智破门而入打断谈话 她上前指责女警 说不能滥用职权逼问个人隐私 女警很懵圈 小智又称没有搜查证就无权过问 同时告诉小敏不用回答 这时女警接到一通来电 是小雅打的投诉电话 因上级收到投诉 而命令女警马上离开 她只能无奈服从 之后班主任接着问话 而两人依然选择隐瞒 随着小敏生气地离开 此事暂时结束 当晚 两人商量对策 小雅表示必须解决掉小敏 否则迟早牵连他俩 小智却很难做出决定 另一边 打手理事长接电话 并听指示做事 见小智优柔寡断 抢走电话的小雅 直接命令打手 先退出聊天群 再卸载软件并清空数据 然后检查确认 最后收缴定位手环 小敏哭泣请求别辞退自己 小雅却通知她 由于你违规私自接单 还几次上班昏倒 因此能力及人品不再符合 现在你被解除了 几天后 小敏跟同学聊天时 接到一个来电 是女警约她再见面 看来要一查到底 才肯罢休 新的问题来了 小智目不转睛 看着远处的小敏 学长问她在看什么 随后发现是在看自己女友 接着就到小树林 一阵拳脚加耳光 这时 小敏出现叫停了学长 她怕事情闹大 替小智求情 反而让学长 对他俩的关系产生怀疑 好在小雅冲上前解决 她骂小敏卑鄙无耻 说她干了龌龊事 却不敢承认 既然看着我男朋友被误会 你还不承认 在宾馆去偷东西的事 小敏顺势说 为了偷东西送给男友 所以去了宾馆 小雅这波操作太绝了 不仅帮小敏解除了 男友对她的误会 同时为自己男友摆脱误会 还反将两人定性 呈想杀人灭口 误会被解除 两人搀扶着离开 在学校图书时 小雅为她处理伤痕 小雅离开后 小智接到生意 并指派兼职人员 意外也从这里订单开始 此时小敏也找了过来 她赶紧将手机藏好 因为小智最近只能照着她 所以小敏误以为 对方喜欢自己 于是她决定带小智 见一个重要人物 坐在地铁上时 小智接到小雅打来的电话 通过交流 小雅答应今晚点替小智的工作 由于刚才小智只派了订单 不巧的是 这次的接单人 是一名大佬的老婆 为何这次不是学生接单 原来在不久前 小智想多找一条正前的路子 所以瞒着老板拉新人入群 而这个新人正是大佬的老婆 趁女人专心玩往转 大佬偷偷拿起手机 从聊天中 看出老婆在座兼职 于是她记住约定的具体地点 一转眼 只见一名男子进入房间 他就是小智在图书室联系的客户 也是大佬老婆要接待的人 男人在房间观看四周 诡异的布置令他毛骨悚然 没等他离开 就被一名壮汉丢到床上 两人屠夫形象下的他 边退边抖 接着就被五花大棒 大佬手拿照片问他睡了没有 他害怕的摇头 切割工具已经准备好 大佬也是道义有道不乱切割人 于是掏出对方手机 发送信息后真的没反应 原来是抓错人了 但就算挖地三尺 也要找出真凶把他给切了 最后 小鲜肉被迫答应成为他的诱饵 与此同时 小敏带着小智和打手接头 这里再次树立三个人的身份 小智是幕后老板 小敏是外卖小妹 李市长是打手 李市长负责小敏工作时的安全 他俩经常见面 小智都是用手机跟他们联系 所以两人不知道小智就是老板 因为只有李市长能联系上老板 所以小敏带着小智和李市长见面 目的就是让小智跟李市长谈判 最终通过李市长向幕后老板维权 小敏表示被开除很不满意 要求今天必须给个合理说法 不然就向警局举报 李市长不能做主 只好打电话给幕后老板 他不知道此时的老板就坐对面 小敏一鼓劲让小智帮说话 可小智顾着在荷包里挂电话 忽然小鲜肉出现 李市长朝他微微摇头 小鲜肉朝楼下看了几秒 然后先离开 李市长察觉到不对劲 随后也站起身想引开敌人 而小敏和小智不知道 接下来即将有一场生死大战 另一边 小雅看到监职人员纷纷退群 这是小智带头背叛的结果 然而这边的几人刚到楼下 就被非邦的人前后包围 小智看出危险 可小敏还问李市长要合理赔偿 李市长想引开敌人 两人又追上去 现在想逃都来不及了 只见一大帮人向他们走来 看对方都不是擅长 李市长示意他俩退后 一个不怕死的冲了上来 李市长扛住棍棒 抓住就是一顿猛奏 但对方人数众多 雄狮也架不住群狼 他被多次偷袭 哪怕还有一口气也要战斗到场 因为李市长曾经是个军人 如果不是被扎了一针 可趁他神志不清之时 黑帮大佬同身后面 他用信念支撑着身体走进护栏 拼尽最后一丝力气 也要带着小敏离开 最终两人躲在某个角落 小敏吓得连电话都拿不稳 而李市长已经不动了 然而小智也被打倒并抬在脚下 大佬发现小智的手机也有狗头标志 于是他用老婆的手机发一条信息 小智的手机亮了 画面一转 他的四肢被牢牢绑住 锋利的锯子在他手上摩擦 痛得他大声嘶吼苦苦挣扎 这时被大佬的老婆看见 他告诉朋友房间正在施工 两人赶紧收拾作案工具 实在没有办法 小智只能向大佬介绍自己的灰产 通过一段时间的说明 大佬以为小智只是个中间商 当小智提起 这样经营不需要实体门店的时候 大佬立刻反应就是不用交租金 这也太有魅力了 瞬间大佬变成小智的徒弟 旁边的小弟提醒的多了小智 以免放左后曝光他们 大佬想想也对 赶紧让小弟拿锯子 小智立刻跪地求饶 声称所有线上工作自己帮他们搞定 这才让大佬满意 但小智说必须征求上级的同意 大佬也正好想挖出幕后老板 接着他便拨通电话 而接听者就是小雅 两人来回几句 小雅也是智商在线 瞄懂他身处危险之地 当小智说要在这边工作一段时间 小雅便借机提出条件 可以派遣小智为你们工作 主任带着小敏找小智 这时的小智边走边打电话 当两人听见是小智的声音 两人如释重拒 但内心是无比高兴的 傍晚小敏找到男友 他将干过的丑事全告诉对方 学长表现非常难受 难受的是小敏不该说出口 原来他早就知道 果然说完小敏便取下学长送的礼物 然后便悄然离去 这就是学长最不想面对的分手 但后面学长会为小敏报仇 这边他俩也在吵架 小智说自己就快处理好一切 他扯着衣袖上的血迹 告诉小雅自己差点被杀掉 说在火人是多么的熏残 怪小雅不该在通话时 答应跟他们合伙 可小雅却说 现在不是还活着吗 难道不是我救了你吗 小智彻底生气了 说出很多难听话 其中一句导致小雅后面 单独去找黑帮 转天小敏去看望理事长 原来当天出事后 小敏第一时间把理事长安顿住院 也正因这样才为他保住性命 这时小智也过来看望 之所以他能找到 是因为先前与小敏通过电话 看着差点送命的理事长 同时也是自己的打手 小智内心感到无比自责 清早守了一夜的小敏当心 女警就根据线索找来 理事长终于苏醒 而她醒来首先是担心牵连老板 她让小敏快去拿她的手机 正好被女警听见在车子里 当小敏到车子上翻着 手机却早已被女警拿走 理事长手机不见了 唯一能联系上老板的 只有其他姐妹 小敏找到姐妹 然后发信息通知老板 另一边的小智 正好拨通理事长电话 女警接听电话 小智说话却没人回答 接着打开小敏发的消息 内容是 理事长手机被女警拿走了 就在小智惊慌发愣的时候 小雅过来问怎么了 声音被女警听见 两人已现有线索开始追查 她俩现在没有一点办法 而小雅却说黑帮要她回去工作 小智深知有去无回 可小雅给出她一个选择 要么去见黑帮 要么立刻收拾东西远离这里 小智的回答直接将剧情推至高潮 我 KTV里 趁黑帮小弟还没苏醒 他弯下腰 亲手亲脚从吧台走了过去 转角处查看无人 直接走向最危险的房间 这里是黑帮窝点 三天前他的男友被绑 只因说错话就差点失去左手 今天他独闯狼窝 就是为了帮男友干掉黑帮大佬 就是这间房 走进房间后 简单观看觉得没人 他立刻在桌子的手机堆里翻找 偷走跟自己有过联系的手机 接着拿出工作手机混在其中 以为大功告成便开始撤离 突然他察觉不对 刚一转身 腿部动机使他无法站立 无路可退的时候 大佬发现竟然是个年轻的女孩子 他已经满头大汗 大佬撕掉口罩 用手在他的脸颊划过 他说你和翠花一模一样 接着就掐住女孩的脖子 使出全身力气准备掐死对方 直到外面有人大喊 女孩才暂时脱离威胁 原来是校爸和他的兄弟来报仇 这是小雅提前布局好的 让校爸知道女友小敏做高薪外卖 把黑帮大佬当成出卖女友的人 于是带兄弟们闯进KTV 准备灭了这里 小雅看向不远的灭火器 当大佬靠近时 他就发起攻击 小雅趁机逃出房间 校爸第一个为兄弟打了个样 年轻人不怕是都喜欢刺激 一场大战拉开帷幕 乳秀未干说话这么嚣张 那就试试吧 一阵对战之后 学生党实力不及黑帮逐渐成逆风 这时还没康复的打手出现 立刻在混战 他无需防御 硬扛棍棒 现在没人能顶得住 他致命一击 经历数十分钟 黑帮几乎全被干翻 大佬继续追赶前方再逃的小雅 眼看走出行道就是出口 却被男子葬住唯一驱逐 关键时候小智出现扑倒对方 两人搀扶着正要离开 却被冲上来的大佬抓住 正在犹豫的小智也被男子制服 两人被抓走同时帽子掉落 此时耗尽全力的打手也闻声跟上 大佬看着是玩命的节奏也顿时慌了 大佬虽然持高 也只能保护自己逃走 小智想去帮忙 而打手却回头看着小智说 小智被小雅拉走 打手追到顶楼天台 没想到大佬可呼吸 随后大佬一边骂娘一边出手 只要能呼吸 打手就能站起来对抗 大佬抓住打手的头发 打手开始反击 几拳下去大佬连站起来都成问题 打手上前顺势抹击 大佬用鼻鼠插中打手腰部 两人一个重拳 一个匕首 终于大佬被打得一动不动 打手李市长却站立不到 通过小敏到警局报案 女警提前到达案发地点 校霸无意间捡到女友小敏的帽子 火拼结束了 好在打手相助学生党取得胜利 随着小伙们感叹不已 大匹警员赶到 一场黑帮与学生党的火拼终于结束 当女警走上顶楼 一边是倒在血泊中的黑帮大佬 另一边则是靠在墙角的李市长 此时 李市长已经失去了生命可征 看到这里有人会问 打手李市长为何拼命也要保护小智 原来 李市长一年前就清楚小智的事 当时他在街头流浪 是小智带他过了一世无忧的生活 所以不是他忠诚 也不是他的军人性格 而是为了报答小智的恩情 同时想帮小智从深渊中彻底走出来 这是剧中所表达的意思 而本剧还借此向观众传递一个信息 那便是保护青少年 本以为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可在最后一集中却抛出许多疑点 小敏从雨井口中得知李市长一死 这让小敏无比难受 打手去世对他敲响警钟 同时也使他改邪归正 小雅用平时搜集的证据 威胁父母得到一笔资金打算出国 他找到小智 让小智看自己的机票 上面显示 从首尔出发 到达悉尼 小智问他多久回来 他却直接表明要和我一起吗 反正你在这里也没什么值得留恋 显然是想小智一起远走高飞 他说那边没人认识 说他们可以重新开始 可以一起学习并考进大学 其实这也是小智的梦想 但他犹豫很久之后说 小雅看着他本想抚摸去又停止 之后便独自离开了 晚天 女警根据手机定位追踪进学校 这时的小智找班主任 这是他俩的最后一次对话 老师 你有这样过吗 承受压力还死撑着 当然有 最后怎么样了 忍不住爆发了 好在当时有人帮我收拾谈局 小智微微点头 刚要说出口 却被上课领打断 女警追踪到班主任图书室 随后就叫他回警局接受调查 小智觉得大事不好 立刻跑到藏前的地方 果然沙发已经被掏空了 这不仅仅是没了大学费用 更是自己会被追查 另一遍 小爸想和小敏恢复如初 小敏觉得自己不配而拒绝 他转身要走 小爸拦下 他拿出小智掉落的帽子 然后说是去KTV救他失检的 小敏盯着他 渐渐露出了微笑 小敏不想再提过去的一切 可小爸执意要找幕后老板 替小敏报仇 小敏找到小智 拿出他在KTV掉落的帽子 小敏问他说出实情 而小智痛哭自责 一直向对方说对不起 当小敏起身离开时 小智追上前终于吐出新盛 这时的小敏只是不想再提网事 可小智因生怕小敏报警 他跪地祈求原谅的时候 将自己和理事长的关系全部说出 小敏这才知道小智是幕后老板 他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于是用手机录音 小智向小敏道歉是一种差误 但并不想被警方抓获 而小敏却惹来杀生之火 他走在不远处 打算将刚才的录音发给女警 没想到小智跟了过来 听见小敏扭刚才的录音 抓住他不放 无论如何想让小敏交出手机 面对小敏不答应 小智瞬间失去理智 接着两人开始私扯 一个不小心 小智并没有主动报警救援 而是捡起韩录音的手机 跌跌撞撞离开了现场 在小智临近崩溃深感无助之时 他想到了小雅 回家后 他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 可推开门却愣住 原来是校爸找来替小敏报仇 一问小智是不是出卖了小敏 小智假装不知道 那就打电话揭穿真相 装方迟一几秒后 校爸掌握背包将所有东西倒出来 随后捡起布满血迹的手机 确认来电视自己的名字和手机号 顿时他联想到小敏已经遇害 不然砸着他的头部 小智想趁机逃走 但被抓住 种种迹象已经证明小智就是真凶 校爸不能忍 于是拿起桌上的剪刀 走上前狠狠插进小智的身体 一刀 两刀 与此同时 女警审讯完班主任 并送他回家 下车后的他接到紧急来电 是小敏的出事现场 有路人报警 班主任以监护人身份 送小敏抢救 这边的小智血流不止 地势逐渐变得模糊 校爸又要动火 正好被赶来的小雅打晕 小雅扶着他走 中途数次跌倒 实在走不动了 最终在楼梯间靠在墙边 小雅不听狐狸 并表示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丢下 自知不醒的小智 让他两块离开 结尾的时候 小智用释然的目光 看着楼梯上放 可女警感到时 只有剩下的斑斑血迹 而女警也去过小智的家 同样不见受伤笑把的身影 最终本剧已开放式结束 也许故意让观众产生各种猜疑 也听说可能会拍第二集 看完的老铁宝子 说说你的看法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感谢大家一如旧